我就是 其实最主要 就是欣赏我的战友 就是在我们影响医生的 一种那个 全国性的那种 影响医生的交流群里面 看到这边医院的战友嘛 他们在 在发这种求助的心情 然后 觉得我在这个时候 帮助我的战友 也是帮助医生 然后也就是说 反正做一个医生 应该做的事情嘛 出来了之后 反正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去 这是最主要的 但是 决定要出来的时候 肯定就是 做的准备就是 疫情结束 疫情结束时候才会 这是我自己做的准备 但是我没有和他们说 爸爸妈 你不要担心 我在 你们也想得找我好自己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对 没有没关系 就算是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